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 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童嫂无期 影评时间 由童文勋律师 与麦嫂俱乐部 共同主持 我是童文勋 我是路卡 我是麦嫂 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是 有一点时间的这个电影 可是这个电影呢 一样我以前 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是在飞机上看的 我们下次可以开一个 那个飞机上看的电影 飞机电影 现在没有机会上飞机了 所以这个 我有时候常常飞 不管飞欧洲 还是飞这个美国 时间都很长 其实都没有在睡觉 就是 从头就是在看电影 这样子 然后就把时差翻过来 好 所以这个电影呢 是什么电影呢 就是盖世奇才 那我是挑电影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觉得说 这个演员演的好的 我是用演员来挑这个电影的 我常常是这样挑的 那所以这个主角是谁呢 我们请这个 陆克来介绍好了 好 这个盖世奇才 他的英文叫做 Charlie Wilson's War 那他的这个主要的故事 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美国的名义代表 叫Charlie Wilson 好 那这个主角是由 Tom Hanks来演出的 那这个 这个议员呢 他就是一个 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个花天酒地 然后不学无术的人 但是因为他的选区呢 他说 我的选区呢 是全国最不政治的选区 他们没有任何的要求 只要 我只要做到 就是那个 枪支 继续合法化 就好了 这样子 就是很简单 所以呢 我的选民对我无所求 我这一票呢 就是 做人请用的 就是 有别人 那个有的时候 某些法案 需要通过啊 需要连署 对 需要连署啊什么 就会来找我 因为我的选民 没有要求我 做任何事情 我就可以 一下变这边 一下变那边 然后呢 无形之中就 别人就欠了 我很多人情 所以 我用这些人情 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后来呢 他就碰到一个 就是好 就是有人要 来跟他 这个 有求于他 那这个人呢 就是 Julia Roberts 演的这个角色 就是是一个 很有钱的女人 然后呢 基本上是 应该是算是宗教圈的人嘛 就是 华盛顿DC 我确实认识这样的人 而且我知道 他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我认识他 好 所以那个 华盛顿DC 确实有那种 他就是给你的名片 他就是 一个宗教信仰的 而且通常是 天主教系统的 然后 有基金会 那 这种交计划 非常的厉害 交计划 没有人 对对对 我说的交计划 不是说他跟谁都 上传或怎么样 而是 他没有人不认识他 就是公关PR的那种 是 他完全在lobby 然后他做了很多 国际的救援 OK 然后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全身都是时尚 非常nice 看着你 跟你讲话的时候 眼睛看着你 绝对是专心的 在跟你对话 他用灵魂在跟你对话 这样的交计划 在华盛顿DC 是非常有名的 可是一生 他就是做好事 可是他浪荡的时候 也非常浪荡 其实讲到这个 Alan Sorkin 我们再回到这边 那个电影的编剧 是Alan Sorkin 他有写过一个 白宫业未冕 里面那个角色 也是这样 你知道吗 后来跟总统 有跑出绯闻 所以他真的有原型 因为华盛顿DC 深层政府 确实有这一群人 就是那个 华盛顿DC 周边 有非常非常 就是我们在讲 美国国会的时候 然后最需要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 Lobbing 就是游说团体 非常非常多 那他们呢 就是 这些游说团体 就是代表各方的 不同的势力 然后呢 他们就会 游说国会议员 那游说国会议员 当然有非常多种啦 有钱啊 有什么的啊 然后如果说 他们需要做 那个法案的攻防 跟讨论的话 他们也是完全会提供 他们所有详尽的 那个研究资料 所以那个Lobbing 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剧情里面 朱利亚罗伯茲呢 是汤姆汉克的情人 好 炮友啦 好 就是他的情人吧 然后因为朱利亚罗伯茲 后来嫁给别人啊 可是他仍然是他的炮友啊 Sugar mommy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Luca讲我还想要一部电影 叫做宫敌必救 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讨论这部片 他是在讲枪支的拉鼻的 那我觉得这个文化 在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就会变成签证 很多立委关进去 有没有 我们因为有游说法 可是没有人照游说法来 就是啊 因为当年我还在 当立委顾问的时候 我要求这个要立法 游说法立法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律师事务所 我们还想说 我们要完全照这个 游戏规则来走 不然的话会有请責的啊 结果呢 根本就没有人在这样玩 是啊 真的是 大家都是借由这些 可能退役的国会 立委助理啊 什么什么这样在搞 我觉得这还在 做Untertable的事情 台湾真的还蛮落伍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讲说 美国很先进 好像也没那么先进 你看就是纸醉金迷的吗 尤其那个80年代 都知道就是那种 雷根美好的年代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冷战已经到了末期了 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啊 所以你看那个Charlie Wilson 一登场是那个样子啊 他每个助理都抱如 有没有 可是还蛮有头脑的 你看写新闻稿 可以啪啪啪三四句 就可以写出来 每个人负责两段 还蛮有样子的 然后在喝酒的时候呢 也是刚好早上十点都开喝 还可以侃侃而谈 还不会搞不清楚 他在说什么 反正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而且呢 这个主角 这个Charlie呢 他非常有名 所以其实Charlie这个名词 在还原DC 大概就是在讲他 他还曾经被朱利安尼调查 就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他逆参加的 Good Time Charlie 就是好日子查理 有酒有女人 爽爽过查理 爽爽过 然后他那个德州选区 又很智障 选民都不是太聪明 这样子 所以他只要能够 继续让选民涌枪就好了 可是有一个关键 就是非常好笑 他要做好事 而且他真的做成了一件好事 这个是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这个电影 那他是跟一群美女 裸身的美女 自己也是裸体的 泡在迦枯西的时候 看着电影 看着电视机 看到了阿富汗的这个 就是苏联的红军 用这个直升机 去追杀这些阿富汗的 这个平民 所以其实阿富汗那种 山区的地方 他们利用这个直升机 这种攻击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他突然有一个感觉 他好像有一件好事必须要做 或者他忽然想到了 就是他被lobby过类似的事情 然后他好像灵感一线 他觉得他可以do something 所以是很讽刺的 他根本就是在一边吸毒 一边被跟这些这个 风神女郎 泡在假空袭里面 他竟然突然想到要做好事 而且我觉得这个 这个好事的开端 也是非常有趣 就是朱利拉伯斯 饰演了这个lobby的这个人 然后他 他想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帮助阿富汗的人 那些灾民 那些难民 那 但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 就是上帝的旨意 觉得说 我应该要去行上帝的旨意 然后要去救苦救难 然后他就是穿的 就是穿金带银 然后在一个party的场合 然后讲到这件事情 居然毫无违和 然后他要去帮助这些穆斯林 因为那个时候的背景是 阿富汗 他很有趣 他是 所谓的帝国的坟墓 那我们现在在看中东的这些国家 你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在打仗啊 什么的 但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阿富汗 他们的战争已经打了100年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美国跟俄国 从第二时代就开始打 然后打到后来呢 冷战时期的时候就变成美苏 在打 就是他们的延伸战场 虽然是冷战时期 可是其实在那个地方是热战啊 那他战什么事情呢 就是苏俄呢 要用无神论去解放这些人嘛 那当地人就是他们说原住民 他用了一个词叫原住民嘛 原住民就觉得说 我要保存我的这个伊斯兰信仰 所以那个美国就觉得说 我要挺你的宗教自由 虽然我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我要挺你的宗教自由 所以这两个人就 这个Charlie Wilson 跟这个Julie Roberts这个角色 他们就开始行动 我觉得这里是蛮妙的 真的 而且我必须要印证在这个 我去美国国会山庄的那一趟 就是我接受国务院的邀请 去参加第二届的 世界中小自由会议 是个人名义被邀请 那去参加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知之不倦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人 虽然在华盛顿只醉鸡迷 可是他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一些有基督信仰的 这群人呢 很有钱 他们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版 他们没有要十字军东征 让你信仰基督教 他们是要去征服所有的暴政 让所有的人可以决定 他要有信仰 要信什么 或者他不信什么 因为不信什么是一个更重要的自由 我强迫你一定要信穆斯林 这个也应该是要被打掉的 所以他认为说 只要是这个目标可以达成的话 他们就愿意捐钱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电影里面 他们后来找不到钱 因为国会不给那么多钱 说你疯了 你要我去资助 然后要花这么多钱 结果他们就去找了 很有钱的富翁 而这富豪呢 他就设法让他去到阿富汗 某一个地方 当然是相对是安全的地方 让他对着这些原住民 发表演讲 然后自己被感动 也感动了所有人 感动不得了之后就捐钱 事实上在那个时间 他募到了十亿美金 这是非常 天价 对 非常难完成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些武器超级难买的 对 你要去 他还不是用买的 你看他用了多少 这个移山倒海的方式 把这些武器弄进去 对啊 因为其实在讲到那一段的氛围 因为刚好是在冷战的末期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是比钱 比技术 然后比你的地面战 但是因为其实俄罗斯 他们那时候在 应该苏联 那时候又还没解放 他们那时候在攻击的时候 只能打空战 他是地面部队是不够的 那时候真的有足够地面部队 还是要当地的人 阿富汗嘛 因为地形的关系 对 那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 那个宗教跟那个边缘氛围 因为其实从那个 奥图曼土耳其那时候 就一直针对这个宗教问题 都一直喋喋不休的 很多争论跟战争 那刚刚提到说 因为其实你要想 那个名字后面是斯坦的 几乎都是穆斯林国家嘛 然后那时候 因为其实最前面 有看到那个众议员 就是我们这个主人翁 查理沃森 他去的时候 他是去那个什么 巴基斯坦 然后那时候他的助理 还搞不清楚 那助理是 艾米·艾德姆斯演的 然后说巴基斯坦 跟那个阿富汗 阿富汗 那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他们边境是有交接 但是不一样 真的美国人搞不清楚啦 美国人也搞不清楚 台湾跟泰兰啊 对 所以我觉得地缘政治关系 很有趣 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啊 可是我很赶佩 是虽然说 这查理沃森脑袋 没什么东西啦 据说其实他学历也不高 好像高中都没毕业 但是他那时候 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 一个契机 二十几岁 就当上了正议员 然后就一路做做做 做到六十几岁才退役 才从众议员退役 然后我们上次有提到 那个为腹部人 里面那个Dick Cheney 七十几岁给他换心脏 他也是 他在死掉之前 七十三岁给他换了一颗 三十五岁年轻人的心脏 换了三年之后就挂了 所以这个人就是 凭什么轮到他嘛 这一生中争议不断的人 可是他人生的光点 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吧 而且他身体不好 就像有些男人 那个肾脏不好 是自己把他败掉的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一路爽到死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他在人生中 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歌可计 可是到现在 还是余波荡漾啊 他还得到勋章 对 因为阿富汗的问题 到现在迄今 没办法解决啊 反而让神学士 那时候造成美国 后面二十多年的灾难嘛 好 我们必须说 有一幕我也觉得 蛮经典的 就是 那个时候他们在 就是 接触了阿富汗这些 反抗军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被 苏联红军 打到无反手之力 因为 那个直升机一来 整个村庄被涂掉啊 那他当时说 那你要 你要 你要什么东西 给你钱 他说你不要给我钱 我需要一个武器 就是地对空的 就是 人 架在肩膀上 手持的 那个飞弹 那种 portable的 可移动的飞弹 就是对抗 直升机 最好的武器 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说大量 给他这个东西 在第一架 直升机 被打下来的时候 哇 这个 人心雀跃 然后最后 真的打赢了 这场战争 所以关键的武器 给什么东西 给对了 他要的不是钱 他要的是 维持他自己的民族的 原有的信仰 生活方式 而不是被这个 集权所统治 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蛮关键的 用了正确的武器 对 那因为其实里面 穿针影线 能够非常重要的 中情局的情报员 就是菲利普希摩 霍夫曼扮演这个角色 他本来不理他 他本来觉得你是谁 他觉得你这个众议员 根本就是 这个low car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对 那因为其实 他就是一个独行侠 他在中情局里面 他一开始出场 就是好威 他直接就吼 那个代理副局长 那个臭干凋 直接把他玻璃都敲破了 那因为其实 我跟Luca本身 都是他的粉丝 那当然不幸 就前阵子往生了 但是因为这个影帝级的演出 真的一出来 让人家眼睛一亮 他看起来就是 续着小胡子 然后就有点中狂 体胖了 也不觉得他多材料 哇没想到真的没有他 真的这个任务 也没办法达成 甚至于连中情局里面的 武器专家 也才刚满30岁 一个小屁孩 在公园教人家下西洋旗 结果他竟然对这些 关键武器如鼠家争 那你要怎么取得 那型号是什么 被了一大串出来 整个Charlie Wilson 就是如罪无礼物 他说 些公杀小 他说这么复杂 他说对 你只有一千万 是跟他玩屁呀 后来Charlie Wilson 还觉得这东西 没有淫淡 真的不行 他就开始 大家就要开始 群测群力 把这个任务完成 这一段过程 是非常精彩的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从同时穿插了 就是Charlie 他被追查 是不是有吸毒 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最后 这个案件不起诉 其实也经过了 很长的奋斗跟lobby 对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刚好在这个时间点进来 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洗白他自己 建立他自己的形象 要不然其实德州 就是被大家认定 就是一个很不文的地方 你要想想看 布希家族 就是德州出来的 里面脑袋正常 这没几个 都是毒品性爱超多 对不对 过很爽 而且他的边界 你要想想看边界 El Paso 那就隔壁就是墨西哥 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州 但是你要想想看 基于这部电影 让我们回顾一下 原来当年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才会变成中东情势 到现在就变成好像 洞见观瞻 看美国的异象 然后如果拜登上来之后 是不是会 这个地缘政治会重新重组 对 然后 这是很可怕的 40年来的深层政府所造成的问题 本来有一些个别的力量把它往回拉 对 可是现在可能又会回到40年前的这个同样的作为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拜登已经要把川普上任以来的很多的措施要把它删掉 比如说退出巴黎的气候协定 他要重新再加入 对 而且我觉得更麻烦的是 刚刚讲到中东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会改写 然后北韩的这个金小三 已经又开始又威胁说他要打飞弹了 对 真的 因为大家就是看那个sleepy Joe看不起啊 然后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公关媒体一直在讲 他其实是个结巴的sleepy Joe 他是啊 结巴 他还说他自己结巴是好事 因为可以这个可以缓一缓 不要讲那么快 思绪不要 你为什么要曝露自己的弱点 你已经够老够呆了 然后你又一直在强调结巴这件事 你要干嘛 裴洛西不是叫他不要竞选吗 对啊 不要竞选才会上 然后刚好笑是欧巴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他 所以就我们就上一集路卡讲了 大家就是讨厌川普才让你上的 但是 未必啊 可是还有一堆人相信是作弊才上的 呀 可是你要想想看他说他只做一届 只做一届那你要交办给谁 他有办法做两届吗 come on 都老成这样了 一届可能都没有办法做 那你看接下来是不是有两个女人的战争 因为听说米歇欧巴马要选 那如果说贺锦丽要选 哇靠两个女人的战争有得巧 不会了 而且这两个都是田共的 那怎么办 我这一点最麻烦 好回来 美国在过去40年 在全世界知道各种问题 而且丢了乱摊子 有时候转身就走 对啊 这个问题可能 我觉得在川普的任内 四年中间你看到在美国 美国人在其他的国家 好像很少遇到被暗杀的 的这种问题 过去经常发生 有时候观光客 一车就全部被砰掉 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要回顾一本书 那本书听说当年也是要拍成电影的 然后非常的红 叫经济杀手的告白 那我不知道佟律师有没有看过 因为那时候那个上下集 哇我们真的是看到一整个奉为圣经在读 在讲美国从60年代 一直到80年代 暗杀了多少中美洲的国家领袖 那看了真的就会让你血脉喷舱 愤恨不已 结果后来听说是要拍成电影的时候 就被扼杀了 这个计划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节目 就是讲影剧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来回顾这些关键的书 看完之后可能你会有更多的启发 就像我前日刚刚看完 那个宋氏三姐妹跟他们的丈夫 看我以为是足足睡不着五天 五天哦 我想说我们以前的历史 对你讲了这么久了 我到现在还没去看那本书 这个以前我们历史课本应该烧掉吧 你知道吗 对尤其你整个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哇我们真的被骗了那么多年 嗯真的 我们回来这个盖世奇才 我在电影上看 在飞机上看的这个电影 其实已经是两年前了 就是一年多前了 就是飞去 飞去11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好我去了一趟 美国 去美国 那个刚好是感恩节的时候 2019年的11月 那那最后一趟 后来又开始有疫情 就不能飞了 那我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我就跟有真正去阿富汗的 这个战地记者 一位非常资深的战地记者 我跟他讨论这个电影 他说这个是真实 他告诉很多细节 然后他说希望 台湾也有一个国会议员 是台湾的Charlie 可以直接切入 就是说整个台湾的问题 可以协助台湾 包括募款或是lobby这样子 我说哇这个 很难 还没出声 我的天啊 你要想国防委员会 在台湾是非常冷门的委员会 然后因为他们是跟外交并在一起的 所以那些人可能顶多就是在天上飞一飞 到处看一看 然后很开心 弱国无外交 台湾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呢 可是我在DC的时候 曾经有这个 有将军问我们 就是说 其实每一年买这些武器 有一笔很大的回扣 这个回扣是合法的 所谓的回扣就是说是智慧才安全 就是说你帮助 也是帮助了我们的技术嘛 好所以你买我们的机器武器的时候呢 那个包括飞机啊 好 这些武器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有一笔回馈金的 他问我们说这笔回馈金到到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哇傻眼貌咪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立法院的人 我还在国防委员会一阵子 我的前老板就不说是谁了 哇那真的麻烦 因为你想想看 其实那时候应该如果把它当奖学金 就是会培训一群人 然后去了解维修 了解怎么作战 你可能就是在专利上面去研发更好的武器 然后其实武器是为了和平 你没有武器你怎么和平 你没有武力你怎么和平 你就每天期待就是说隔壁的这个流氓 他会这个突然有一天改次数 对啊 尤其是那时候川普刚上任搞不清楚 他打给我们 然后他在推特上怎么写 他说我们是最大的买家 所以我打给台湾的总统会怎样 对不对 可是那现在呢 此一时彼此马上订单又来了 仍然是最大的买家啊 对啊 订单又来了 那这东西有没有透明 不要再重演拉法业案了 拜托真的太恐怖了 真的 不只阿拉法业还很久了 那个列雷箭没有答案 哎呦 哎呦 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就是 我觉得立法院还是一个关键嘛 所以台湾其实各次的选举 应该是立法院是关键啦 对 而且我觉得我坦白说啦 对立法院没有武器专家啦 懂的不多啦 真正懂的 可能也被抹黑成红军了啦 国防部退役的将领去当立委 就会被人家讲成那样 关键你英文也要够好 是啊 好 不然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麦嫂应该要有志 这个来多做一点事 英文又这么好 对不对 好 又懂法律 对不对 过得去啦 因为我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已经蛮多人留言我们的节目了 很感谢大家的留言 我们很感动 但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多给我们一些feedback 因为也可以指定片单啦 因为可能我们在座各位 并不是很了解那个系列 突然我们有一个新的题材出来 我们又可以做一点功课了 老百姓一定要越来越聪明 政客才不能愚弄我们 对啊 眼睛要张大点 好 所以盖世奇才 最后他就是这个 去做了器官移植嘛 好 我们刚才就讲了 跟那个Levice 这个副总统 钱尼这个 哇 这个 这个有权有势 真的是 可以使鬼推磨 所以要拿到器官是很容易的 不过钱尼现在还在世 所以他跟这个 跟这个Charlie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如果说来对照 现在美国的 也是一样一股奉金 这个虽然讲的是 30年前的事实 就是阿富汗这个问题 那可是这个问题 其实持续还存在 现在美国的政坛 可能又要开始 因为民主党当政的时候 民主党最喜欢发动战争 真的 历次的战争 参战好像都没有共和党的事 都是民主党 民主党 因为他不喜欢小政府 他想的是大政府 他有一个国际的 这个大统 世界大统的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 整个世界要重组 所以要最后是 一个政府 一支军队 一种货币 所以这个跟共和党的 那种小政府 到最后自由主义 最后最好是 你都不要来管我 你不要来干预我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要插手 到我的口袋 你也不要上税 所以共和党跟民主党 到最后到 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 本来都是 有点点小的差异嘛 就是让这个国家更好 可是走到今天 你会发现说 好像是 被盗而辞 完全不回头了 那因为其实民主党 他们很多思想 其实很多人都说 是蛮社会主义的嘛 那社会主义就是 刚刚同意识讲的 可能就是会觉得 大家就是有志一统啊 那就好像是 活在那个1984的 big brother的眼睛里面 我本来觉得说 美国怎么会有社会主义 就是两个 那个资本主义 只是有一个 比较会变而已 可是现在我看一看 我觉得 好像一群人 真心的要走社会主义 这是让我比较震惊的 我是自己的感觉是 可能我觉得现在 我们在讨论政治 比较难用 过去的意识形态来分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 很 很复杂的 很复合式的 就是说你对于某些立场 某些议题的立场 可能是偏右的 对于某些议题的立场 可能是偏左的 可能不是那么的 好像我们可以完全划分 像我那时候在看 那个Charlie Wilson's War的时候啊 我回去查了一下 他是民主党的人耶 对很妙 他说是自由派哦 对对 他自己在电影里头 也有说他是liberal嘛 对所以我觉得很妙 就是一个民主党的议员 但是他是德州的议员 然后呢 他也是自由派 只是蛮怪的 对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因为看到了这个难民的状况 然后去去做这这么多事情 那刚才佟律师也有讲到 就是说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对于美国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看那个 就是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 其实现在阿富汗还在打仗啊 然后呢 我中间有看了一部片子叫做十恶猛汉 那个在Nefis上面也有 他在讲的是2001年那个时候的 呃就是也是一样在阿富汗 然后呢很妙的是 因为刚才我们讲说阿富汗已经打了100年的仗嘛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 公路铁路 通通都没有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因为他们 其实他们的战术是一样的哦 跟那个我们在看的Charlie vs War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地面 他用地面去对空 那他到最后的最终极的武器是什么呢 是马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事情也是现实事件改编的嘛 那那个是实际上那些美军哦 他们是没有骑过马的 他们不会骑马的 但是因为在那个山区阿富汗战争整个是山区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只好骑马 然后呃 呃电影里头感觉好像是这个骑马的12个人 就击退了几万的那个空军 但其实实际上当然不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 呃 在阿富汗来说地面作战一直是一个 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那讲回来就是我们有看到里面 他们在 他们为了 好 那个卖武器给巴基斯坦 那可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卖给巴基斯坦 不是阿富汗在作战吗 但是呢 因为这个呃 阿富汗他的邻国就是巴基斯坦嘛 呃巴基斯坦 阿富汗之后就是 再来就是巴基斯坦 然后再来就是印度嘛 好 那所以这个阿富汗有很多的难民 都是收留在这个巴基斯坦这边 那我觉得我们回头去看 现在的 好 或者是说不久之前的叙利亚内战 他也是 就是他的难民呢 是周边的这些国家在收容 所以这些周边的国家呢 各有各的利益 然后各有各的需求 所以呢 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 说我要要钱 要武器要什么的 那巴基斯坦的方法就是说 哎我让你看 你看这些难民多么可怜 那我之前还有看过一部片子 叫做坎达哈 那个就是 就是他是一个伊朗导演 就是库德族的导演 那个马克马巴夫导的 他就是里面有一个空头画面 就是救援部 对空头什么呢 一只 一腿 一手 对 他们就是什么都缺 然后呢 全部都是只能用空头的 那因为他们当地买了很多地雷嘛 我们在那个Charlie Wilson 我里面也有嘛 那个就是 他把他伪装成玩具的样子 然后小孩去捡就 就被炸了这样子 对所以 所以那个 就是这样子 那他 他因为要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所以要卖武器给巴基斯坦 那他们都是穆斯林国家 但是呢 这个美国他 在中东的窗口是谁呢 是以色列 那所以他到最后 用了一个非常迂回的方法 然后呢 让以色列跟埃及 这几个穆斯林的 就是以色列是犹太国家嘛 然后那个跟其他的这些 原本是他敌人的这个穆斯林国家 一起合作 那个就让我们想到现在 就是 川普 应该是说川普卸任之前 他不是透过以色列跟很多很多 那个其他的 这个阿拉伯国家 就是关系正常化嘛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其实最后运作的是什么 是武器 是钱 其实是利益跟经济 要不然我怎么现在石油是零元 这个也可以讨论啊 对 所以其实 有一些这个最好的 这个套杀的这个方法 可能就是把你养起来 到最后你就完全没有奋战的能力了 好 所以要怎么解决整个中东的问题 这个题目太大了 不过至少过去四年来还蛮平静的 美国没有在中东再发动战争 这个是过去四年来 应该说是小型战争 因为现在他们还是会有 比如说像那个 用无人机 对 我们就把人家将军杀掉了 这事情到现在的余波荡漾 那个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很有趣 就看那个金氏奇才这部片子 就是感觉到说 盖世奇才这个片子 就感觉到说 美国真的是很有趣的国家 然后呢 他会 他 我们前几个礼拜看那个 比如说为父母人啊 或什么的 我们就会觉得说 哇 他这个利益真的是跌床架屋 但是他这个跌床架屋 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善念 而整个的聚集起来 那 如果我们看中东的议题 就会觉得说 其实台湾的议题真的简单很多 那台湾可能也没有什么 就是什么难民可以让你看啊 什么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以美国来说 你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相信民主 我觉得他们会帮助台湾 如果他们未来会帮助台湾 应该也是在于这里 就是说 如果你是相信民主价值的 你是给人民他想要的 而不是就是控制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起码的善念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在国家彼此之间的利益这么复杂之下 唯一还能作为共通价值的一件事情 总是要找到交集 那其实汤姆汉克还有另外一个电影是怒海杰 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个时间来检讨一下 因为到最后这个苏玛利亚海盗的问题 似乎是由一个日本的商人就整个把它解决 现在没有苏玛利亚海盗的问题 所以国际的问题 这个造成的这种困扰 也许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对啊 然后里面有个关键是有台湾渔船 对 而且后来我们去把人赎回来了 对啊 找一个时间我们来谈谈怒海杰 也是拍得非常好 他们还有很多电影都非常经典 对 OK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下一集见 我是麦嫂 我是路卡 OK 我是童文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喝成浸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 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